好我們當然還是要來看到 說法一變再變的這個徐曉昕 現在呢 案件也因為徐曉昕的態度越滾越大 因為徐曉昕之前說了這個兩次 說如果有涉案的話 他就辭掉立委 如果先生涉入他就離婚 可是到了昨天他竟然改口了 要等到被判刑才要辭職 先生被判刑了才要離婚 到底為什麼有這樣的改變呢 而且呢 這個涉詐案的另外一個 被羈押禁見的林玉倫 他的妻子呢 昨天也接受了友台的這個電話訪問了 他的妻子說呢 誰說這個徐曉昕的這個錄音檔 是朋友給的 他指控根本就是婆婆給的 那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就請教這個學委啦 而且呢 照這個林玉倫妻子的說法 嘿 這個徐曉昕的婆婆 搞不好真的是 蛇仙心腸的狠角色哦 我就是講說 這整個案件裡面最厲害的 就是徐曉昕的婆婆講心詞嘛 對不對 還找了那個總統御用大律師 還要告訴所有的人 你再講 再講我就告你 對不對 以送子棒 那哪是棒 現在看起來好像不是棒嘛 對不對 我們只是合理的提出懷疑啦 對 你看好 我們今天講徐曉昕好了 我說真的徐曉昕 真的越看越不妙耶 真不妙了嗎 當然嘛 那個4月14號那天趴在 那個傅崑奇的懷裡哭 有沒有 大家就覺得說 嗯 密歡哪有可能這麼脆弱 真的 一下就哭了對不對 後來才發現說 哦原來他的第一反應 那一天的第一反應 才是他真實內心的想法嘛 對不對 為什麼 他那天同案就講說 如果我有涉案 我願辭掉立委 我先生有涉入 我就離婚 4月16號他接受訪問的時候 電台裝訪的時候 他講什麼 他說我對婚姻已經開始後悔了 對 對不對 那個時候他的階段是停留在哪裡 你知道嗎 停留在說 哎 你要逼我做這些 我可能不大願意做的事情嘛 對不對 所以你看 他那時候其實早就 有可能 很有可能 他早就知情了嘛 對不對 所以這個婚姻家庭 我沒有辦法去抉擇 我沒有辦法選擇 我已經選擇了 所以他想了之後 我到底要不要挺還是不挺 對不對 我昨天也在質疑許曉心 哎 你看 他5月1號又講說 如果我被判刑就辭職點的 先生判刑就離婚對不對 這個就明顯是切割 他那個家庭嘛 對不對 他切割了好幾次 可是剪不斷理還亂啊 每次切割 他後來事後又反悔 他說我這跟我老公無關 我百分之百相信我老公 但是我老公的事 去問我老公 我什麼都不知道 所以他對他 對他婆婆可能有百般的怨言 可是又不能夠切割的乾淨 看起來他跟他老公 確實感情應該是算不錯了 所以他連帶就是什麼 繡灰臉盆對不對 我喜歡劉彥禮 所以連他媽媽我也要一起吞下去 是不是這樣 我們事情的發展慢慢就看起來 好那現在就開始了 哎許巧星很有可能 他的那個行動tempo有沒有 跟整個案情的發展是一致的哦 他之前剪接錄音檔有沒有 幫人家就懷疑說 你是在幫你大姑脫罪對不對 那你為什麼要講出來 哇他一開始就把那個什麼 杜秉承 就是他大姑夫有沒有 講得好像是萬惡不赦 會去開槍 會去揚言殺他全家人 以前就不是好東西對不對 而且過去設案很多做壞事 為什麼他的大姑是被逼的嘛 你看這麼壞的一個人 他就是被逼無奈還被家暴 還怎樣就是要逼你 他不去幫忙洗錢他會被打 對啊 怕他又要死對不對 後來才發現說 好像不是這麼一回事對不對 好那現在又出來了 哎現在他這個錄音檔有沒有 到底是誰給的 對啊 現在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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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羅生門 又是很多的說法出來了 對 許巧星4月30號講說 我先生的姐姐的朋友 他不就大姑的朋友嗎 對大姑就是就是劉相傑的朋友嘛 看不下去了啦 才傳這個影片出來 他說不是林妻 也不是劉媽媽給我的 他不叫婆婆 不叫婆婆叫媽劉媽媽了 開始在切割了嘛 你看我跟我婆婆不熟 連婆婆都不想講了 好啦不管怎麼樣 那現在就人家講出來 這整個他當初 許巧星拿出來這個截圖有沒有 就被人家講對不對 這個這個這個林玉倫他老婆就講說 許巧星公布的截圖 臉書背景有一隻貓呢 他說他們家剛好有養貓 是我把他設為背景 若非不是從我這麼拿到的檔案 哪個朋友跟我這麼巧 用了同一個背景的檔案 對啊 對不對 這個檔案雖然有很多的 很多人都會套用吧 對不對 那可是 發生在說 你用的這個截圖跟這個 套用的檔案是一模一樣 而且案件又是一樣的話 對啊 難道你的朋友裡面就這麼巧 有人用了同樣的截圖嗎 同樣的背景這麼巧 對嘛 所以我就跟你講嘛 好 那才那個那個怎麼 許巧星他有講哦 加碼演出哦 對不對 人家講的這個東西 他講 哎林太太你不行哦 你對全貌不是 不見得全部知道哦 因為全貌知道的只有講心詞哦 你不能夠幫助他講話 你看 他說我想可能是這樣哦 他認為他認為 劉項姐錄音有傳給好幾個人 傳給其他人在正常不過對不對 這題目就不用再討論了啦 跟他跳過人過 還有這種事 這是你揣測哎 對啊 他現在就是要消敏外界的質疑 你不能夠再質疑這些東西 對不對 他傳給那麼多人 我是從其他人拿到的 絕對不是林宇倫的妻子拿的嘛 真假哦 對啊 甚至也不是婆婆拿給我的嘛 他現在又把婆婆包裹在裡面了 為什麼 哎這個就是許巧欣在這件案子裡面 角色最大的一個問題 由於你知道 一下子要把婆婆包進來 一下子又把婆婆撇出去 對啊 所以所以他就扯不清嘛 撿不斷裡還亂 所以人家才會質疑說 你到底 我昨天是認為說 許巧欣你是不是被你婆婆設計啊 對不對 這整個案子就是利用你民代 你的媒體發聲權 掌握權對不對 我就告訴你這些東西 讓你在媒體之前 幫他的那個什麼劉項杰 撇罪 撇金嘛 對幫他脫罪嘛對不對 那可是我認為說 有人認為我今天發表這個講法 我昨天講這個 人家說 許巧欣剛剛有這麼傻 對不對 有這麼笨嗎 依他的聰明才智 他不是很喜歡爆料嗎 他不是很喜歡去揭壁嗎 那你今天揭壁這種東西的話 你怎麼還沒有查清楚 這種說法 如果換成別人 許巧欣能接受嗎 可是我跟你講 我講說這個許巧欣可能笨對不對 我們義夫哥認為另外一種想法 我們等一下請義夫哥再來闡述一下 所以人家講說可能是又笨又壞 我是不知道了 所以我就跟你講 接下來你看很多的事情就慢慢出來了 對不對 好 你看那林怡倫妻 現在已經受不了了 為什麼 他之前 因為那個劉媽媽 我們依照許巧欣講的劉媽媽對不對 幫林怡倫幫劉相傑 聘了律師對不對 那聘了這些律師 剛開始的時候 所有的事情都不讓林怡倫妻子知道 他老公被羈押在裡面 你幫他請了律師 那律師綠券之後 到底案情發展進展到哪裡 發生了什麼事情 他完全把林怡倫的妻子刨除在外 可是劉媽媽講我請四個律師 裡面兩個都分給林怡倫 分給他有什麼用 你也不跟他講案情 你分了十個律師也沒用啊對不對 而且現在就開始出來啦對不對 林怡倫妻子為什麼現在開始不爽 你知道嗎 剛開始他自己講劉嘴 那個劉媽媽自己講劉嘴 他是說我要幫你們 拼無罪對不對 那後來他又講劉嘴 就說我現在要幫劉相傑拼無罪 幫你們林怡倫 拼什麼緩刑 對而且他後來 林怡倫妻子又找了律師之後 他才發現說 之前請的那個律師有沒有 是叫林怡倫要認罪 對叫他不要再抗告了 對你不要提抗告 你要認罪整個給他打起來嘛 因為他們發現 林怡倫怎麼要提抗告 怎麼動作這麼積極啊 可是我也覺得 所以我也覺得很奇怪 林怡倫要打是怎麼打 因為這個整個詐騙集團公司設立 對你的公司確實後來有被 劉相傑杜秉存他們拿去用對不對 問題是這個公司不是你在操作的金流嘛 對你幫買的泰達幣幫人家洗錢 幫人家做做什麼東西的話 完全跟林怡倫不一樣 都跟他沒關係啊 我只是把公司借給你使用而已啊 那怎麼有可能被他搭 所以我就覺得特別也是異想天開 不管怎麼樣啦 許甲心現在跳出來說 我跟林怡倫不熟喔 他當初還講說 這個林怡倫的 KOL有沒有 他是綠營的對不對 他就覺得說把 剛開始要把林怡倫這個人有沒有 推給綠營 而且他不講名字喔 後來你看是誰把名字講出來的 他剛開始講說請你兒媳 不要透露林怡倫本名對不對 劉媽回不會不會 可是隔天全部把林怡倫都給曝光出來嘛 這個就很簡單 你今天許甲心說 不講說不熟 也不知道這個人是誰 那後來為什麼要把林怡倫全部講出來 所以他跟你講說這一波操作下來 你可以看許甲心好像好像 我講好像喔 你根本也知道案情的發展嘛 而且你是配合這個蔣心詞有沒有 在媒體之前再做一個那個嘛 曝光啊 所以我就覺得說許甲心到目前為止 他涉及的是什麼 隔空竄正啊 我之前就講過說 你把這些東西弄出來 而且講說你看杜秉成就是個壞蛋 劉相傑是無辜的怎樣 你在外面講這些東西的話 難道律師律見的話不會偷偷剛的 那個那個那個 羈押人受羈押人講嗎 那講了之後他們就知道要怎麼樣跟法庭攻防嘛 所以這是不是涉及隔空竄正 對不對 好那我就覺得 那我們現在再講回來好了 這個分配律師我們剛才講過了對不對 現在大家就在質疑喔 這個蔣心詞真的不簡單喔 為什麼他不簡單 人家講說他是狠角色對不對 為什麼我之前也質疑過 金流有沒有 對 為什麼你要借款兩千萬 給杜秉成跟劉相傑 這個是你在幫助他開設公司嗎 成立那個公司讓他開支善業嗎 覺得這個錢很好賺 所以多開幾間 洗錢不容易被發現 所以你看這個金流 為什麼你要給他兩千萬 你如果知情又給他兩千萬的話 那是不是很問題很大 所以我昨天在節目預告 接下來檢調單位要查的重點 就是蔣心詞嘛 那為什麼現在還沒有約談他 很簡單 我現在就是林愚倫跟劉相傑 還有杜秉成的說法 我還沒有完全全貌整理出來 一旦整理出來 條列出來一些問題之一的話 大家都不懂的時候 就會找他這個中間的關係人 來把他一一釐清 那你如果釐清不了這些金流的話 你這個是共同證犯 對不對 我拿錢給你開詐騙公司了 而且接下來你看 他講說請律師主導案情 有沒有 這個是什麼 公然篡證 我在裡面篡證 告訴你說 我在指導整個案情偵犯 誤導檢方偵犯 這個還有涉及到偽證的問題哦 我現在說林愚倫叫你把他搭起來 搭起來 你不犯罪的話 你竟然要搭起來 你是在幫誰脫罪 這個是不是又一個篡證 一個那個偽證的問題 偽證也很重啊 所以你今天設犯的案件 是不是都很很很重 好那最後一個就是說 你已經知道你女兒投機賬 最後那一百萬到底是幹什麼 那一百萬是請律師的錢 還是到最後是因為公司周轉有問題 你要幫他渡過難關 所以就跟你講說 這些金流如果卡到獎金池 你沒有辦法解釋清楚的話 那你這個獎金池 就是這案子裡面的共同證犯 那徐巧心 我是覺得說為什麼他現在講說 若我先生被判刑 我就辭職 因為他也知道 涉案可能跑不掉了 為什麼你那一百萬 你拿給你婆婆 你預註他對不對 那接下來這個叫做幫助犯 你如果知情的話 我是幫助你犯罪 如果不知情的話 你搞不好被騙了對不對 那就回歸到剛才講的 可能就是你笨被利用 那可是說真的被利用這個有罪嗎 還是有刑事責任嘛 所以就告訴你說 被判刑就辭職 先生判刑就離婚 所以馬上從涉案涉入 一直到判刑 你就知道徐巧心 為什麼說詞上有這樣的轉折